公元28年9月 魏武石庭之战爆发 如果算上司马懿和贾奎的兵马 两国动用的军队总数不下30万 诸葛亮闻讯后 认为魏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东路 这是再次被罚的良机 因此他在给兄长 无票弃将军诸葛锦的信中说 要配合孙权在石庭的军事行动 使曹魏东西不能兼顾 但这一次的难度 却远比第一次要高 魏国西路战区的主帅 已经由不学无数的下红毛 换成了曹真 曹真判断诸葛亮不久 肯定会再次被上 如今陵西四军的防守强度大大增加 尤其是七山堡 更是重兵不防 严阵以待 诸葛亮八成不会再走七山道 唐洛道和紫乌谷又过于崎岖难行 不适合大军行进 包协道的路况倒是稍好一些 但年初赵云在撤退的时候 为了阻止魏军追击 已经将沿途的战道烧毁了 因此曹真预测 诸葛亮下一次出兵 必然要走陈仓道 陈仓道有名散关道 是连接汉中和关中平原的主干道 道路平坦宽阔 南起扬平关 途经河池 大散关等地北接陈仓 当年韩信共三秦 曹操伐张鲁 就都是走的这条路 于是曹真未雨绸缪 提前在陈仓做了布置 好招自博道 宾州太原人 性格勇武雄壮 年轻时便因战功卓著 成为领军将领 镇守河西十余年 甚得当地百姓和枪底人的敬重 曹真了解他的能力 因此将他从梁州调回 镇守陈仓 好招到任后 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便重建了陈仓城 将这里打造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 公元28年12月 诸葛亮亲率数万大军 抵达陈仓城下 作为关中重镇 陈仓的城防不可能不应 这一点诸葛亮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距离上一次被罚 仅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陈仓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处理在蜀军面前的是一座高大 厚实的新城 很快诸葛亮便听说了 城内的守将是好招 所以大为吃惊 好招在雍梁一带素有威名 诸葛亮早有耳闻 他考虑到强攻难度太大 因此便派好招的同乡 晋祥前去游说 好招见到晋祥走过来 便站在城楼之上对他说 我的妻儿老小都在洛阳 魏国的军法您是知道的 我的为人您也很清楚 我只有一颗魏国尽忠的必死之心 请替我回去 谢谢诸葛亮的好意 并转告他 可以来攻城了 晋祥回应后 诸葛亮还不死心 再次派他来到城下 好招回答说 话我已经说过了 我认识您 可这手里的弓箭 却不认识您啊 晋祥无奈 只得离去 虽然曹真早有遇见 但此时石亭之战刚刚结束 曹魏在关中地区明显兵力不足 陈仓城内仅有一千多守军 诸葛亮的主力则多达数万 蜀军具有几十倍的兵力优势 于是诸葛亮命众军将陈仓城团团包围 并开始强攻 蜀军先是使用冲车 配合云梯攀墙 好招就命士兵用火箭射云梯 将梯子上的人烧死 然后又用绳子 绑上石墨砸毁了蜀军的冲车 诸葛亮只好命兵士们 运来大量的泥土堆在城下 打算直接翻墙而入 好招就在城内修筑了一座瓮城 与外墙隔断 诸葛亮又转而命众军挖掘地道 想暗中偷袭 好招就在城内挖了一条横向的壕沟 将从地道中钻出的蜀军全部扑杀 就这样 诸葛亮用尽了各种手段 好招则镇定自若 见招拆招 蜀军竟然连续攻了二十多天 仍未拿下陈仓城 这也给了魏国充足的反应时间 得知陈仓被围 曹真派将军废药率本部兵马前来救援 曹瑞闻讯后 担心废药兵少 无力给陈仓解围 于是便派人前赴方程传信 召张和回京 曹瑞亲自来到河南城 设宴为张和践行 席间曹瑞问张和 等将军到了前线 诸葛亮会不会已经占领了陈仓呢 张和料想诸葛亮孤军深入 不会携带太多的粮草 因此回答说 估计等不到陈到达前线 诸葛亮就已经撤走了 曹瑞当即拨给了张和精兵三万 又特别命御用的五卫军和虎奔军 护卫张和 此时诸葛亮也听说了张和已在路上的消息 只好令全军沿原路撤回 在撤退途中 魏将王双率骑兵前来追击 却不想诸葛亮早有防备 王双被斩杀 第二次北伐至此结束 此次北伐的成功之处 就在于吸引了曹瑞的部分注意力 基本实现了侧应东吴石亭之战 减轻其京北和淮南战场压力的目的 诸葛亮此生共进行了五次北伐 战略目标全部都是隆西地区 此次也不例外 如果诸葛亮能够攻克陈仓 继而攻占雍县 便可断绝渭水道和隆山道 这两条连接关中与隆西的要道 切断魏国与雍梁十二郡的联系 但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进军路线 竟然被曹真提前预料到 丝毫没有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 再加上对攻克陈仓的难度 准备不足 终止无功而返 五都郡和殷平郡 位于益州的西北部 东临汉中 北连龙西四郡 是底族人和枪族人的聚居区 其中五都郡隶属雍州 而殷平郡则归益州管辖 自曹操攻占汉中 收服张鲁之后 这两个郡就归属了曹魏 战后曹操考虑到 这一地区距离刘备的地盘太近 因此便命杜夕 杨复和张继等人 将本地的百姓大量强迁至关中和隆幽 仅用了不到两三年的时间 汉中及周边各郡便已是人烟稀少 时事就空 张和甚至还浪到了荡区一带搞拆迁 终于被忍无可忍的刘备派张飞击退 刘备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后 曹操退回长安 两大军事集团自此划秦岭而知 虽然武都郡和殷平郡名义上仍旧归属曹魏 但曹操并未在这两地留住兵马 对这片人少良息的荒原野岭 刘备也是幸为所然 没有派兵攻战 因此武都和殷平也就成了 魏淑两国的军事缓冲区 第一次北伐期间 诸葛亮兵出起山 便顺路将二郡收复 接停失守后 蜀军撤回汉中 此二郡重又回归曹魏之下 但防守力量仍旧非常薄弱 于是诸葛亮决定向武都和殷平用兵 并以此为以 又使魏军来救 然后围殿打援 在运动战中歼灭其有生力量 若魏国放弃二军 不来救援 则可以顺势将其占领 巩固蜀国的北部防线 总之 不论魏国如何选择 诸葛亮都不吃亏 于是公元二二九年春 诸葛亮派将军陈氏 率领几千兵马 攻取武都和殷平 囤住在上规的 为雍州刺史郭怀闻讯后 立刻率兵 沿齐山道前来救援 诸葛亮则亲率主力赶赴剑围 意图将郭怀的退路切断 之前郭怀并不清楚 诸葛亮的位置 在他进入武都境内之后 才突然得知 攻打二军的主将是陈氏 兵力只有数千 诸葛亮本人已绕到剑围 逼近了援军的侧翼 终于了解诸葛亮意图的郭怀 下出了一身冷汗 他急忙令全军沿原路撤回 全来郭怀反应迅速 晚了半步的诸葛亮 其围堵计划宣告失败 孤立无援的武都殷平二军 则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便相继被陈氏攻占 当月诸葛亮撤回汉中 历史上一般将此次行动 称作诸葛亮的第三次被罚 并认为这是诸葛亮历次被罚中 唯一取得实际收益的一次 但事实上公元28年12月 诸葛亮刚刚到达陈仓城下 随后又进行了20多天的攻城战 等到蜀军撤退的时候 大概率已经到了公元29年 从时间上看 诸葛亮很可能并没有撤回汉中修正 而是在撤军途中临时改变了计划 并分两路 一路由陈氏率领攻取武都殷平 一路由自己亲率赶赴建位 因此这次被罚本质上只是第二次被罚的一个延续 完全可以不将其单独计算 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诸葛亮此生 其实一共只进行了四次被罚 据此看来这种说法并无不合理之处 虽然实实在在的夺取了地盘 扩张了蜀国的版图 但武都和殷平二郡的人口早已大量流失 十几年前 仅至梁州刺史张继 便从武都郡一次性牵走了底足百姓五万多户 此后迁移工作一直在陆续进行 只是具体数量没有明确记载 武都殷平位置偏僻 土地贫瘠 隆共能有多少人口 经过历史数年的抽血 恐怕早已是荒无人烟 也难怪魏国着力将七山堡打造成为前沿重镇 而对七山堡一线以南的武都和殷平二郡并不上心 由此可见 诸葛亮的目的也不是抢地盘 而是看中了这一战的潜在意义 第一次被罚 马肃丢了接艇 蜀军折损上万 被迫撤走 第二次被罚 又九功臣仓不克 只能鲨鱼而归 连续两次都无功而返 这不但大大挫磨了军中的士气 也影响了诸葛亮的个人威望 攻占武都和殷平 虽实际利益不大 但有利于稳定军心 提振士气 对朝中的皇帝和百官 也是一个交代 果然刘扇很快便前人送来了诏书 侧命中说接艇一战全是马肃的罪过 您却自贬三级 这心中时常感到不安 如今您斩杀了王霜 逼走了郭怀 又平定了两个郡 实在是功勋卓著啊 现在正式恢复您的丞相之务 请您勿要推辞 在这份诏书中 刘扇闭口不谈 诸葛亮在接艇一战中的佣人失误 对攻打陈仓失利 也是只字为题 可谓避重就轻 顺水推舟 诸葛亮则用少到忽略不计的代价 四两不千斤的一扫之前 两度出师未竭的阴霾 五都和阴平确实没多少油水 形同鸡肋 可这君臣二人 却吃出了别样的风味 高明啊 公元230年2月 为大将军曹真前往洛阳朝拜 被升任为大司马 赐入朝不屈 剑旅上殿的特权 升票弃将军司马懿为大将军 曹真向曹瑞建议 蜀国接连不断的出兵骚扰 致使用梁地区的防守极其被动 不如转手为攻 多路并居 曹真最初的计划 是令司马懿从西城出发 沿汉水到西上 令张河从长安出发 沿紫武道南下 而曹真自己则亲率主力 从梅县出发 走暴雪道进入汉中 三鲁大军同时禁居 必能大获全胜 曹瑞拿不定主意 便与司空陈群商议 陈群回答说 从前五皇帝曹操讨张鲁的时候 曾蒸掉了很多大豆和小麦做军粮 结果仗还没打完 粮食就不够吃了 如今军中的存粮不比当年多 包雪道又崎岖难行 粮道肯定会遭到蜀军截击 没了粮食 大军就危险了 曹瑞将陈群的担忧 转告给了曹真 曹真却认为包雪道既然不安全 那么主力可以改走子武道 可没想到陈群还是不同意 于是曹真便继续上述请求 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计划和方案 曹瑞见曹真法属的决心如此坚定 最终还是同意了 同年7月 曹瑞正式下诏 命曹真和司马懿 从两个方向同时向汉中进军 8月曹真到达长安 司马懿也来到西城 两人约定在南正会师 此外曹真还调来了两支小部队 一支走包雪道 一支从威军南下 四路大军总兵力不下十余万 浩浩荡荡向汉中扑来 诸葛亮闻讯后 一面在城固和赤板等地 集结兵马准备迎战 一面命前将军李延率两岸兵马 从江州赶来支援 可李延却故意拖着不动身 还在给诸葛亮的回信中说 司马懿在魏国已经开服至世了 诸葛亮知道李延又心里不平衡了 于是便升李延为票棋将军 并命李延的儿子李锋为江州都督 接替李延执掌江州军政 李延这才率军赶来 诸葛亮第一次进军龙溪的时候 是在228年春 第二次围攻陈仓是在228年12月份 收复武都殷平是在229年初 后面两次被罚 则分别是在231年2月和234年3月 可见诸葛亮每次向曹魏用兵 都是刻意选在年初或年末的春冬两季 为的就是避开秦岭地区的雨季 此次曹真南征虽然做足了准备 但却明显忽略了天气问题 魏军出发的时候是8月份 正赶上雨季不说 这一年的雨还下得特别大 尤其是自武道上 竟然连下了30多天都没停 自武道本来就不好走 这下更加泥泞湿滑 数万魏军拥挤在狭窄的山路上 再加上大量的军需自重 马车牛车 每天的行进速度 只能用归宿来形容 更可怕的是 大雨使沿途各条河流的水位爆炸 很多战道被冲垮 魏军出现了前后严重脱节的情况 走在最前的前锋将军夏侯坝 赶到兴世为之后 选择在山谷中扎营 蜀军见他兵少便发起了进攻 当时战况非常激烈 连魏军迎战的大门都被攻破了 夏侯坝是原征熙将军夏侯淵安的儿子 宗室出身 地位尊崇 又是先锋主将 此刻竟也到了站在路脚边 与蜀军近身拼杀的地步 可以说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幸亏后面的魏军及时赶到 才勉强将夏侯坝救走 东路的司马懿 则是沿汉水道水路并进 宿江西上 开始进展很顺利 还攻克了新风险 可当司马懿走到南乡附近时 也遇上了大雨 恶劣的天气 给司马懿的行军和粮草转运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因此司马懿兵马虽多 却是强弩之末 寸步难行 蜀军人数虽少 却占据了地利的优势 严阵以待 两军进入对峙阶段 由于曹真和司马懿 都是因天使而受阻 并未与蜀军爆发大规模交战 所以诸葛亮手中的兵力还很富裕 于是他命魏延为主将 吴翼为副将 率军绕过齐山堡 趁虚进攻隆西 为用州刺史郭怀闻讯后 与后将军费药一起率兵迎击 两军在阳西展开会战 魏军大败 郭怀费药逃回上规 此时距离曹真从长安出发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大军在自武道 才走了一小半路程 于是朝中的重臣 包括司空陆尚书士陈群 太魏化新 少府杨富 王朗的儿子 散其常侍王肃等人 纷纷上书 建议撤军 同年九月 曹瑞下诏 命曹真和司马懿就地扳师 兼魏军撤走 诸葛亮也令魏延和吴翼返回汉中 战后 表现出色的吴翼 被声认为左将军 进封高阳相侯 丞相司马 镇北将军魏延 则直接被提拔为前军师 兼征熙大将军 贾捷奉南正侯 魏延之前的爵位 只是一个渡庭侯 此次竟然迈过了亭侯 杜湘侯 湘侯 直升四级 一跃而尽为县侯 并成为诸葛亮时代 唯一一位 获奉贾捷的将领 可见杨夕之战规模不小 郭怀和飞耀 作为酒精沙场的名将 魏延一战将其击溃 也得到了诸葛亮的高度赞誉 当时曹真正带着主力 在租谷中赏誉 因此郭怀被击败后 隆西地区已是极度空虚 曹瑞最终决定撤军 也很可能与此战有直接的关系 只是受制于蜀国的史书 记载过于简略 阳西之战的具体过程 及双方兵力已不可考 我们也只能从三国志 沿大破怀等 这简短的五个字中 一窥这位蜀国名将 当年的风采了 公元230年9月 垂头丧气的曹真回到长安 此次四路大军南征 曹瑞和朝中的大臣们 本来就不看好 最终能够成行 全赖曹真的一再坚持 可换来的结果 却是一无所获 图号前两 曹真甚至连蜀军的面 都没见到 在四五谷 领了个透心粮 再加上修残脑恨 结果曹真一到长安 就病倒了 曹瑞闻讯后十分忧心 赶紧派人将他接到洛阳展治 还亲自前去府邸探望 对于诸葛亮来说 这无疑是再次被伐的良机 经此一拜 魏军普遍士气低迷 曹真不在 众将更是群龙勿首 而且自九月曹真退走 直到次年二月 雍梁地区竟又爆发了旱情 连续半年没有下雨 导致农作物受成惨淡 军粮短缺 于是公元二三一年二月 诸葛亮用牧牛运粮 率主力再次沿齐山道进攻隆西 临行前 诸葛亮命票其将军李延 以中都户的身份 熟理成相府事务 全权负责粮草转运 齐山宝首将贾四和魏平 一面聚成监守 一面派人向朝廷求援 诸葛亮只留下部分兵马 包围齐山宝 自己则亲率主力 绕行至东北方向 并就地修建了一座鲁城 作为蜀军的大营 消息传到洛阳 曹瑞急召大将军司马懿进京 并动情地说 西边的战事关系重大 除了您 我不放心啊 曹瑞将包括征熙车骑将军张和 后将军费药 征属护军带领 雍州刺史郭怀在内的 雍梁各路兵马 全部交给司马懿截制 同年三月 司马懿离开洛阳 赶赴长安 当月大司马 少林侯曹真去世 曹真戎马一生 战功卓著 在军中威望极高 每次外出作战 他总是与将士们 同吃同住 同甘共赴 有时候朝廷给的赏赐不多 曹真就把自己家中的财物 拿出来 分发给大家 曹真是当时的中亲将领中 最后一位战区主帅 曹瑞非常悲痛 亲自示好 与元侯 并下诏说 大司马忠诚正直 辅佐大魏两代先祖 对内从不因身为皇亲 而仗势其人 对外也从不以傲慢的态度 凌辱贫寒之势 实在是人品高尚的 谦谦君子啊 曹人因如虚口之败 郁郁而终 曹修因石廷之败 修残而死 现在曹真又因法蜀无功 染病而亡 一连三任大司马 竟相继因同样的原因去世 这也对曹魏的国运 感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司马懿进军的路上 张和曾建议分出部分兵力 助防拥陷和煤陷 防止诸葛亮声东击西 进犯关中 但司马懿却回答 如果齐山堡和龙西地区的守军 能挡住诸葛亮的进攻 则分兵是可行的 如果一旦齐山堡被攻陷 那么诸葛亮就会集中兵力 与我军决战 分兵反而给了诸葛亮 各个击破的机会 因此拒绝了张和的提议 就给了费耀和带领四千人 让他们沿尾水道 抢先守住上规 而自己则继续率大军 绕行龙山道进入龙西 诸葛亮为训后 一面分兵继续围攻齐山堡 一面亲率主力赶到上规城下 迎战司马懿 当时前来支援的费耀和带领 以先期抵达了上规 于是城内的郭怀 便与费耀和带领商议 三人约定好合兵一处 劫机诸葛亮 但不想诸葛亮早有防备 魏军大败 郭怀等人退守上规城内 再不敢出战 同年四月 司马懿到达上规 这是这两位决戴双交 第一次在战场上正面相遇 诸葛亮早闻司马公大名 因此不敢怠慢 赶紧裂开战士准备决战 可司马懿却占占据了 上规以东的显耀地势 只坚守不进攻 上规城外 种植有大面积的小麦 但四月份还未到麦树季节 诸葛亮见司马懿无意交战 便开始命兵士们收割清麦 并对剩余的麦田进行破坏 此前朝中就有大臣向曹瑞建议 应实行兼壁清野之计 自行割除上规附近的小麦 防止粮食落入蜀军之手 但曹瑞始终不同意 此时听为麦田被破坏 曹瑞急命司马懿保护好小麦 并又先后派去了多股部队 增援司马懿 此时诸葛亮在上规城外 已与司马懿对峙了仅一个月 司马懿一味埋头坚守 兵马却越聚越多 诸葛亮见事不妙 于是决定先撤回路程 见蜀军后撤 司马懿命令全军紧随其后 紧紧咬住诸葛亮 但只追不及 问题在于诸葛亮是有组织 有秩序的撤退 行军速度并不快 因此司马懿很快还是追上了蜀军 当时司马懿的前锋 与诸葛亮后军之间的距离 已经非常近 魏军重将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 可司马懿却突然下令 命全军登上附近的山坡扎营 以避免与蜀军接战 很快诸葛亮到达路程 司马懿则选择在城北驻扎 令各营构筑防御攻势 继续坚守不准交战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 司马懿用兵向来几重效率 拜诸葛锦 斩杖坝 闪击梦达 回回都是雷厉风行 可这次面对诸葛亮 司马懿却玩起了谨慎 手握优势兵力 竟连续三次 为而不攻 对而不及 此前司马懿从未与诸葛亮交过手 也不知道哪来的心理障碍 连魏军重将都看不下去了 司马公 怂什么 上去干啊 司马懿一路尾随诸葛亮 从上规直到路程 却不发起主动进攻 由着诸葛亮在魏国的地盘上 东游西逛 这种一味避战的行为 也引起了重将的一致不满 张和就曾对司马懿说 我们老跟着人家跑 又不开战 这不是白白的让将士们失望吗 如今七山堡并未陷落 我们应该分兵报抄 截断蜀军的后路 我看您要是再不进攻 诸葛亮就要撤了 但司马懿却拒不采纳 七山堡的守将贾四和魏平 也是多次来信请战 司马懿都不准 最后逼急了 贾四和魏平甚至讥讽说 司马公位属如虎 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司马懿虽然是铁了心 要当缩头乌龟 企图以持久战的方式将蜀军号走 可魏军的粮草却接济不上了 当年雍良地区遭逢大汉 本就收成惨淡 上规那点卖田 还被诸葛亮破坏了一多半 全靠郭怀恩威并用 从枪侯人的部落中 争掉了一批粮草 这才死撑到现在 公元231年5月 军粮告庆的司马懿 在万般无奈之下 终于决定出战 司马懿命张和带着本部兵马 绕行至蜀军后方 而自己则亲率主力从正面进攻 试图凭借优势兵力 南北夹击 一举将蜀军歼灭 诸葛亮命讨扣将军王平 率领吴当飞军 固守南围抵御张和 并令征锡大将军魏延 右将军高祥和后将军吴班 兵分三路 从正面迎击司马懿的大军 司马懿擅长 从敌军的排兵部阵中找出破绽 一击致命 而诸葛亮恰恰是一个性格谨慎 治军严整 且极其诸重细节的统帅 此前司马懿之所以迟迟不动手 就是因为欠缺必胜的把握 如今在不得已的状况下 仓促进攻 其结果可想而知 魏军大败 三千余人被斩杀 南面的王平也是异常稳健 张和久攻不下 只能退还 诸葛亮成胜反攻 司马懿狂奔六十公里退回上规 诸葛亮则再次兵临上规城下 此时魏国在隆西的两大重镇 七山堡和上规 全部陷入了蜀军的包围之中 司马懿也以军粮耗尽 无力再战 兵风正进的诸葛亮 迎来了自首次北伐之后 最好的一次机会 从年六月 隆西各地突然连降暴雨 诸葛亮怕影响粮草转运 便专门给李延写去了一封信 在信中诸葛亮提到了下一步的战略规划 即上策断绝司马懿的退路 攻占隆西 中策与魏军继续相持 下策安全撤回汉中 具体执行哪一策 全看军粮供应是否充足 李延见信后 立刻派了参军湖中和都军成帆来到前线 说与事太大 良运难以为继 建议撤军 诸葛亮无奈 只好引军难归 司马懿见蜀军撤退 煞时间便来了兴致 他命令张和带兵追击 张和不想去 反驳道 兵法云围城避开出路 规矩无追 但司马懿不听 用军令强迫张和 司马懿是三军主帅 都督用梁驻军士 有甲黄岳之权 可以不经请奏 就地诛杀 违抗军令的将领 张和无奈 只得强行率兵追击 追至木门道 果然中了诸葛亮的埋伏 蜀军自两侧山坡之上乱箭齐发 张和右腿膝盖被射中 抬回军营后 上众而亡 自此为五子梁将全部作骨 在这件事上 司马懿明显动机不纯 以诸葛亮谨小慎微的治军风格 怎么可能不留下重兵断后 一年前王霜的死 就是最好的力政 张和是当时军中 除司马懿外地位最高的将领 司马懿又有什么必要 非要派他去冒这个险 出世二十三年来 这是司马懿第一次显露出 其阴毒腹黑的一面 那是他从未始于人前的另一张面孔 这一年重拳在手的曹氏宗亲 以凋零殆尽 这一年除了曹瑞 司马懿的头顶上已空无一人 这一年司马懿五十三岁 在三国治中 陈寿将张和与张辽 于晋 月晋和徐晃 并称为五子梁将 这五人都是外姓武将中的翘楚 曹操每次进攻都会任命他们为先锋 每次撤退都会令他们断后 在这五人中 于晋和徐晃以智军严整著称 张辽和月晋则以勇猛闻名 但要论全面则应手退张和 他谋略过人 用兵机巧诡诈 堪称智勇双全 因五子梁将中 有三人出身降将 所以整体受信任程度其实并不高 尤其是加入曹营最晚的张和 他资历最浅 官职自然也最低 更悲催的是张和的时运不齐 张和原是袁绍的部将 因被锅图构陷 这才无奈之下转头曹营 为曹操取得关渡之战的胜利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后张和平河北 正乌环 讨东来下卢江 几乎全程参与了曹操统一北方的所有重要战争 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魏南击败关中联军之后 曹操退回叶城 刘徐华 张和 朱灵 陆昭等人 镇守长安 归夏侯渊统一节制 在之后近三年的时间里 夏侯渊能顶定梁州 张和是守宫 他拜韩随 平宋剑 表现比徐皇等人要出彩的多 在夏侯渊手里 张和干尽了脏活累活 马超来攻 夏侯渊让张和走渭水道 先起出发 而自己在后面远远的跟着 结果等夏侯渊到了 仗早就打完了 曹操争张乳 夏侯渊让张和带着五千步兵 在前面为大军开路 直到扬平关 强牵人口 张和竟然被夏侯渊派到了荡去 那里是刘备的腹地 这不明白着让张和吸引火力吗 结果被张飞一顿胖揍 张和连战马都扔了 仅带着十余名亲信 一路翻山越岭逃回了汉中 之前在梁州立了那么多战功 张和一直没有得到升迁 可没想到这次打了败仗 张和反而升了半级 由平敌将军转为荡寇将军 因为就在这一年 原荡寇将军张辽在合肥八百破十万 被曹操升任为征东将军 有杂号一跃成为重号 张和就这样吃了张辽留下的剩饭 汉中之战时 夏侯渊明知道张和的兵马都在荡区折损干净了 还派他去镇守广石 结果到了晚上 刘备亲率精兵万余人 用撤轮战的方式对张和发起了猛攻 张和急了眼 带着亲兵与蜀军展开肉搏 激战了一夜 到天亮时刘备终于撤走 张和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刘备深知张和的能力 因此夏侯渊被黄忠斩杀之后 刘备并未面露喜色 反而说要杀就杀张和 要个夏侯渊有什么用 张和是吴子梁将中最后一个假结的将领 夏侯渊死的时候 徐晃就已经假结了 可郭怀和杜夕等人 却攻推张和做三军主帅 并说只有张将军才能安定军心 临危受命的张和果然不负众望 指挥败军迅速稳住了阵教 成功的将刘备挡在了汉水一南 曹操这才从长安派来使者 授予了张和假结之权 刘备攻占汉中之后 曹操自刀血道退走 正赶上关羽为攻相反 此时诈红打败 曹操手下将领们 各自的建制都已是残缺不全 可曹操环顾四周 还是选择将招募来的新兵 将自己的亲卫营 将这份最后的信任 一股脑全部交给了徐晃 张和则被留下了守卫陈仓 你说气人吗 熬死了曹操 曹丕迎来了曹瑞 熬死了夏侯渊 曹真迎来了司马懿 直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张和作为唯一一位 还健在的五子良将 却始终没有等来 属于自己的合肥之战 接停拜马肃 千里圆腾仓 张和的军旅生涯 大部分都与蜀国联系在了一起 遇到的对手 从马超到张飞 从刘备到诸葛亮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张辽靠着威震逍遥金 成了江东的梦魇 成了曹丕的偶像 徐晃凭借击退关羽 解为相反 成了攻垂轻使的名将 可张和却还在渭水盼的城墙上 哭挨着气冷的时光 守着大漠孤烟 看长河落日 曹丘死后 魏国形成了满宠都东路 司马懿都中路 曹真都西路的新格局 论才能论资历 曹真死后 西路的主帅伦也该轮到张和了 可诸葛亮一进军 曹瑞还是调了司马懿 来总督雍梁 驻军士 京北的防务 暂时交给了荆州刺史 贯丘检负责 此后数年 中路战区一直无人总领 可见曹瑞即使到了无人可派的地步 也不可能让张和担任战区主帅 那个刺眼的降将标签 到底还是成了要命的紧箍咒 要知道张和封侯拜见的时候 乳秀未干的司马懿还没进官场呢 于是满肚子不愤的张和 开始横挑鼻子竖挑眼 一会儿要分兵守雍梅 一会儿又要绕后突袭 于是躲过了郭图 躲过了夏侯渊 到底还是折在了更阴的司马懿手里 张和是吴子梁将之中 唯一一个没有善终的 张和战死的时候 官职为征锡车企将军 这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 最特别的名号之一 要么有征锡将军 要么有车企将军 哪来的征锡车企将军 你说气人吧 透过这一奇葩的称谓 我们在张和身上看到的 是大写的尴尬 张和的运气不如张辽和虚晃 更比不上镇守合肥的蛮宠 诸葛亮日益北伐的这几年 孙权也是年年派兵北上 按史书的原话 就是实权岁有来计 可每次都会被蛮宠 轻描淡写的击退 以至于蛮宠 因战功而累计获得的十亿 竟达到了九千六百户 如果不是因过于年迈而卸任 曹魏建国以来的 第一个万户猴就诞生了 你说气人吧 当年张和的死讯传到洛阳时 曹魏曾痛惜的说 蜀国未灭 张将军就去了 这以后该怎么办呢 这话要是让九泉之下的张和听见了 恐怕会爬起来回答 陛下下辈子 能不能让俺也打打苏权 可笑至极 公元二三一年八月 诸葛亮顺利回到汉中 可没想到一见面 李延就跟诸葛亮秀起了演技 他故作惊讶的质问道 军粮如此充足 丞相为何要退兵啊 诸葛亮一听这话 头都蒙了 不是你建议我退兵的吗 随后李延又把脏水 全破到了下属的身上 请求处死运粮官陈树 还给刘善上表说 丞相扬装撤退 其实是诱敌深入 至此 诸葛亮算是彻底明白了 李延的险恶用心 他当众拿出了李延 亲笔书写的所有信件和奏表 众人这才发现 李延明显谎话连篇 前言不搭后语 李延无言以对 后头认罪 被罢免官职 贬为庶人 流放到子童郡 自永安脱孤之后 李延就成了 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仲臣 但他对诸葛亮并不心服 幺蛾子是一扑接着一出 第一次被发誓 诸葛亮有意让李延镇守汗中 可李延却再三推辞 反而还请求在一州东部 单化出五个郡 作为八州 由他来担任八州刺史 蜀汉就一个州的地盘 靠着这点微弱的国力 还要与强大的魏武 逐鹿征衡 哪有给李延 列土封疆的条件 因此诸葛亮没有答应 但为了安抚他 还是升李延为前将军 让他总督后方军务 将永安都督陈道 也化归李延同侠 230年 曹真率四路大军南征 至此国难当头之际 诸葛亮命李延 率两万兵马赶来支援 可李延却拖着不动身 还故意散布 司马懿开府的消息 诸葛亮只好再升李延 为票棋将军 并命李延的儿子李峰 为江州都督 接替李延 执掌江州军政 李延这才不情不愿的 赶到汗中 在李延的心里 他与诸葛亮共受托估 权力地位 不该差距如此的悬殊 你诸葛亮 做了丞相简易周末 我当个八周测试 过分吗 同样是受召辅证 你开了府 魏国的司马懿也开了府 我要求开府至世 难道不应该吗 于是诸葛亮日复一日的 暗度劳行 年复一年的隐军跋涉 举朝上下的敬仰和赞誉 到了李延不平衡的心里 也就转化成了 深深的怨毒和记恨 以至于就用拙劣的演技 拿北伐大业 开起了玩笑 李延不惜铤而走险 气上瞒下 弄虚作假 无非就是想借出师无功 来贬损诸葛亮的威信和人望 可就算真把诸葛亮拉下了马 你李延有能力掌控正局吗 魏魏陈镇在出师武昌之前 曾对诸葛亮说 李延富有林家 老乡们都认为此人居心险恶 不可接近 李延和陈镇都是荆州南洋人 连同乡都对其敬而远之 指望李延能像诸葛亮一样 以至公至正的品格和超群 灼然的个人魅力 柔和散乱的人心 平息各派的纷争 不是痴人说梦吗 诸葛亮在给刘善的奏表中说 李延总是把心思放到积攒家业上 喜欢拿一些小恩小惠 使舍于人 爱慕虚名 而不忧虑国事 其实李延也并非义无是兔 他既不是马素那种制大财疏 贪生怕死的水货 又不是弥方那种卖主求荣 利欲熏心的奸贼 桑桑南下时 李延孤身入川 强过荆州 那一众屈炎富士的同僚 见刘备与刘章决裂 李延一枪没放就率不投降 可见其不仅精明果敢 且颇具食人之名 他斩马琴 退高定至蜀客 在数不清的刘章旧步中脱颖而出 被刘备引为复兴 就这份全能 在整个术国 除了诸葛亮之外 还定是无人能处其右 诸葛亮北伐期间 曾收到过李延写来的一封信 在信中 李延劝诸葛亮加九次 并禁决称王 在这件事上 李延的用心非常歹毒 现代语言中有一个词 叫做捧杀 只过分的夸奖或吹捧某人 使其在骄傲自满中 走向堕落和失败 诸葛亮如果真受了李延的蛊惑 也就成了第二个曹操 必然会身败名裂 李延则可以借着诸葛亮称王 再一次驾官进决 因此诸葛亮在回信中 对李延说 现在北伐大业并未成功 先帝的恩遇还没报答 怎么能利用国家的恩宠 来谋求私利呢 倘若真的能够灭了魏国 战了曹瑞 我愿与诸位同僚一起胜前 到时候就算是使命 也可以接受 更何况九次呢 可见李延与诸葛亮 真正的差距不是能力 而在心胸和格局 不要老想着 攫取眼前这点权威和利禄 从本已见底的汤锅中 再分一杯羹 要把目光放长远 先踏踏实实的 把手头的工作做好 记着分割一周五个郡 做你的八周刺史 拿比特上攻下用粮之后 以脱钩大臣的身份 领个两周刺史 来得名正言顺 李延的不幸 在于碰到了一个 百年不遇的天才 在各个方面 三百六十度无四角的 对自己形成了全面碾压 同时李延又是幸运的 他这位对手心地光明 性格宽厚 并未用军法来处置他 李延只是被免去了官职 连儿子的仕途 也未受丝毫影响 能力匹配不上 极具膨胀的私欲和野心 以至于从高处瞬间跌落 这样的例子 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看看巨武型的李斯 伸手异处的王允和被灭了足的董城 李延啊 你就偷着乐吧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滑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